蚊蟲叮咬 那個萬用藥刀 因為很多人家裡有 主要是可以處理哪幾方面 再跟我們講一遍 我們應該說 或是簡單的小刮傷 其實這些都還可以用 如果說你的傷口藥 燙傷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先 第一個原則 沖脫泡蓋送 沒有燙到那麼嚴重 其實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你稍微… 你稍微冰敷冰一下 再冰個五分鐘 十分鐘 那就退了 可是藥房還是叫我擦同一罐 也是…可以嗎 其實在我們醫學上面 有專用的燙傷藥膏 我們有專門的一個燙傷藥膏 專門給燙傷 就是起水泡人用的 其實那一罐的話 基本上一般藥局不一定買得到 因為那是屬於醫生的專門 難怪 我跟他講說 我要燙傷藥膏 沒有人不專門燙傷的 都有一罐用幾道香 對 所以沒有專門燙傷 是 妳那個有拿來擦香港腳嗎 我沒有香港腳 謝謝 所以我們家的藥膏 其實差不多這些都有 因為我們的藥膏 是用一個籃子裝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從左邊開始 因為那個是 骨科常用的酸痛藥膏 這一條 這一條原則上 會老人家有時候 退完關節炎 醫生都會開一罐給你 酸痛擦一下 對 作用會量一下 量就是轉移的作用 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家如果說有切到的傷口 我們有優點藥膏 我們是用優點藥膏 水磚 對 就是膏狀的 膏狀的 膏狀的優點藥膏 對 我會用那種東西 然後像我 我兒子是有青春痘 他有青春痘專用的藥膏 爸爸他全身上 就是說有時候他毒素發的時候 他去運動的時候 他身上會有毒素出來 他不會過敏 會有傷口 所以就必須用一個 殺菌抗炎的發炎的藥膏 對 所以我們家的藥膏 還有一個 對 還有會過敏的 就是那個過敏很怪 它這個透明的就是 你不知道吃了什麼東西 而癢的時候 你把它擦下去 它就會稍微止住你的過敏 它就不會再發了 對 這個藥膏是全 所以藥膏真的好多種 對 可是你一定要區分開來 對 你要知道說 哪一條是做什麼用的 像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家也非常常常用 就是歐青的 因為我們家 不知道是血管 是不是容易破 還是怎麼樣 每次撞到一下就歐青 我跟我女兒都是一樣 經常好像以為被家暴 很多歐青 蔡大哥是不是真的有 我可以打你 你坦白說 也不知道誰打誰 好的 反正那個歐青的部分 它也有洗擦桃有沒有 對 那個還滿有效的 那基本上 它可以用在就是說歐青 另外一個就是你八層的末期 有傷口之後後面有末期的話 其實擦那個藥膏會有 它有一點淡斑的作用 它有一點點消炎的作用 一點淡斑的作用 它是不是消炎嘛 對 那也有淡斑 然後它修復那個血管是不是很快 它會讓那個組織就比較快容易修復 就讓你那個歐青比較快退掉 那它還可以當作什麼藥差別的地方嗎 應該說如果說你常常歐青的話 有時候去檢查一下 你是不是血液上面 有一些凝固上的問題 再過來如果說你擦完之後你的皮膚 我們常常說這些所有的藥膏 當你擦在你的皮膚上面 兩天三天狀況改善OK 可是我發現你的皮膚上面 呈現一些粗粗的現象 有時候你的問題 變成一種慢性發炎 慢性顯台化的話 就表示你的處理的方式 是不太好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臨床上面 發現很多病人自行處理完畢之後 當我們看到那個外面的皮膚 已經經過了兩三個禮拜 它跟原來的原貌都已經不一樣 我們都會懷疑說是病人 經過它處理之後 這些藥膏不適當 導致其他的一些問題發生 所以說基本上 以兩天三天為主要 如果說超過五天一個禮拜 狀況還是存在 而且出現那種粗粗粗的 顯台化的現象出現的話 可能一定要找皮膚科醫生 來做特別的治療 這些藥膏裡面的成分 有的叫做 有冰片 有薄荷腦 剛才提到涼涼的 就是冰片跟薄荷腦 有傷口的時候就慘了 它會刺激傷口 會讓局部的組織充血 我有患者 就是說 他長期擦這種皮膚藥膏 他皮膚變很薄 很薄 所以你要拿過來看 結果裡面就是 劈開頭的 就是淚固醇 淚固醇 所以有很多的老人家 就是皮膚都用同一罐 他其實不知道 還有淚固醇的含量在裡面 有很多老人家 把痔瘡藥跟眼藥膏 會混在一塊兒 因為有時候他們只是有英文 也長得很像 所以說痔瘡有類固醇 痔瘡藥其實是類固醇的成分 所以說之前也有醫院 發錯藥這種狀態 那是發錯藥 可是像有時候 像阿爾姐買那種萬用藥膏 是小小條 它不會太長 不會太大 就捨小一條 用完就算了 你常常會把一些藥膏 用混了 如果家有老人家 或小孩子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男癌我就擦 擦眼睛擦屁股擦什麼的 可是很容易出錯 而且你知道 我要問羅玉是一件事說 因為我們當家長都知道 小孩子會有腹脹的問題 我們都會擦藥膏在土栽裡面 那是對的嗎 擦在肚子上面 所以一般來說 的確很多家長會用涼涼的 去刺激肚臍 因為肚臍對我們的腸胃黏膜 事實上是滿敏感的 擦一擦覺得小孩 有的時候覺得小孩就會覺得 我們大人也會覺得 腸胃在蠕動 我覺得多用熱敷的方式 甚至搭配一種按摩會比較好 那種涼涼的一刺激完 你的腸胃 它的蠕動就會又不協調 不規律了 所以我覺得它盡量不要用一些涼涼的 它上面有寫消脹氣 就是小朋友肚子脹氣的時候 他還教我們說 你們記得要往下推 不要往上推 你說了這種應該是等一下 我們要講的清涼藥膏 類似那樣子 也是擦在皮膚上 可是有些小朋友就是太嫩了 所以反而會造成 他的一些疹子的過敏 對 要小心用 這個小孩起療法不可以用了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藥光你看都是這樣 一條一條對不對 到底要怎麼樣正確的用法 其實我們就是蓋子打開 擠出來 手一揮下去就抹了 但是我就在想 我有時候在想說 這個手乾不乾淨啊 這抹上去之後 然後又蓋起來 下一回再打開的時候 繼續這樣子抹 它有沒有一個正確的用法 因為我們大概都這樣用 而且用到最後一滴 擠到最乾 還是把它再擠出來 我的蠕動還要剪開來 剪開來 你好省喔 是啊 這個棉花讓我先給它挖起來 對 是不是要用棉花 棉花棒 我們平常收拾的萬用 拿了就這樣塗了 對 其實這個是不是 其實阿二姐問的問題 非常的好 這種說的藥膏 大概如果你含有類固醇的藥膏 你大概用手沾了之後 你的藥膏可能就被汙染到 基本上一定要用棉花棒是最好 尤其是你擦香港腳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用棉花棒去沾 然後記得塗完之後 再用另外一頭去沾 不是把原來的那個頭再拿來沾 這個無菌的觀念非常的重要 是 再過來說其實一般的藥膏 大家保存也很重要 大家放在陰涼的地方 不要把藥膏丟在冰箱裡面去 冰箱不是用來冰藥膏的 再來其實他有提到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皮膚上面有一些症狀 剛開始是以皮膚來表現 上面出一個小刺點 紅點 然後起一個小水泡 結果隔天變得非常的痛 他以為他可能就是一般蚊蟲冰藥 結果發覺說原來那個不是 他塗了一般的類固醇藥膏之後 不但沒有止癌 反而更嚴重 血管就破掉了 對 那可能就變成說 他後來過了兩三天看醫生 醫生一看 原來是生什麼 帶狀泡疹 灰爪 那這時候如果說 對 他如果沒有用對抗 這個帶狀泡疹的病毒的藥膏的話 他擦其他藥膏 就會讓他病情更嚴重 反而痛得更嚴重的話 可能後續就會造成 豐富性組織炎後面的處理就更麻煩 所以我當作皮膚的問題 如果你處理了一天兩天 其實皮膚的問題真的白白種 算複雜 對 很複雜 好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覺得他一天兩天 是沒有什麼改善的話 趕快去看皮膚 不然差錯要更麻煩 但是我發現皮膚的問題 通常都很頑強 而且很容易疏忽 就覺得沒關係 不用理他 所以就常常會有 季節性的輪替 就是重複重複的都不會好 是 所以不要這種all in one的 來 這邊跟大家執行一下